Mixmo人物材质的设定 刚才我们已经去下载Mixmo人物了 我们现在要把它放到Unity里面使用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资料夹 就是看我们当时下载的人物名称 用它命名就可以了 譬如说我之前下载的 我叫做Spotty Granny 那我就用它来命名 我就在Unity里面 我先建一个资料夹 我先来建一个资料夹 那在这边 在Access这边 我就先来建一个资料夹 就是用它的名字我来建 建好之后呢 我就把我下载的人物 我就把它放到里面去 那放到里面去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先把其他的档案都先关掉一下 好 那我就选取这两个 然后拉到里面来 好 那拉到里面来之后 我们现在就把 我们希望第一个动作是Idle 事实上你先拉 哪一个是无所谓的 我先把它放进来 可是放进来之后 你会发觉说 这个和我们当时的场景 如果要改变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去 抓住这个放大的来改 好 那看我们的人物是要多大多小 和你人物的对比 比如说我房子大概这么大 所有人物大概就是这么大 好 那抓进来之后呢 我把它转过来 面对我们 好 那面对我们 你会发觉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这个人物 它是没有着色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着色 除非我们今天人物是自见的 比如说你去Tinkercade里面 自己见 可是除非你每个人物都自见 否则的话 像我们到时候期末专题 会有一些的敌人 我们可以直接从Mixmo里面 去把它抓下来 然后给它 把它还原颜色就可以了 那颜色怎么还原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那过来我们需要就是 在资料夹建一个叫Tecture 那这Tecture我们之前 上一节我们有建 就是在这里 我叫Tecture这边 那可是因为Tecture 是我这个人物专用的 所以我希望在我这个人物里面 再建一个他自己专用的 那建一个自己专用的目的是 为什么不要跟大家共用 因为到时候我可以把 汇出我的Package 这样我就可以带着我的人物 到处跑 好 我现在在我的人物资料夹里面 我来建一个资料夹 就叫Tectures 那我已经建好了 那建好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我就选择人物 我选择Mix mode的人物 然后按Select 然后这边有个Extrait的Tecture 这样就可以了 那首先我们来选我这个人物 这里就是我把它放进去的 然后这边有个Select Select完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Extrait Tecture 我点它一下 点它一下 它说我们要选的是哪一个 我要选的是我这个 Spotty Granite 里面的这一个 也就是目前 也就是空的 空的时候呢 然后这里它说 我们有选择叫Fix Now 当我选了Fix Now 你看它的材质就进去了 我把它放大一下 放大一下 可是脸是黑的 脸目前是黑的 所以这个还是不行 那不行的话呢 我们再做下一个动作 我们来做下一个动作 好 那下一个动作是这样子 下一个动作就是 我们再建一个 第二个资料夹 我们来建第二个资料夹 第二个资料夹呢 就叫Materials 就跟刚刚事实上跟 就是贴 刚才我们动作一样 一个是材质球 一个是贴图的动作 是一样的 好 所以我还是建在我这个里面 然后再一个资料夹 然后呢 我把它叫Materials 在这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一样 去选择Materials 然后这边 Extrait Materials 这样就可以了 我再选我的人物 然后一样选Select 一样选材质 这边 我要选的就是 这里Materials 然后我们选它 选它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面的变化 选它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 目前看起来是没变化的 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美化 所以我就拉下 点按静的下拉视窗 点按静的下拉视窗 好 那 所以我要去点 我们的步骤是这样子 我去点我的人物 然后点Materials 这时候它会 产生很多的Materials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这里Materials 你看它产生这么多了 本来是没有的 那我现在把这个 本来不是详细资料 我现在想看它的贴图 我们选的是这个 有颜色这个贴图 所以第一步呢 我们就选人物 我的人物这里 然后呢 我们来看第二步 第二步我就选我的财值球 我要选的是这一个 选的是这一个 第四个我就选它 选那个Shader 好 我们就回到Unity 那因为刚才我这边 所选的这个 有颜色的这一个 事实上就是我们 Maximum人物的 它的材质 它的材质球 所以我点它一下之后呢 在右边属性面板 这边有一个叫Shader 目前是Standard 然后我来选 最下面的这个 叫Legacy Shaders 然后我再选这里 Diffuse 那么选完Diffuse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这时候它的人物 它的人物就会改变 整个就会变量 以上呢 是Maximum人物的材质设计 就会变量的材质 就会变量的材质